大家好,我是朵朵 我这个星期的中文视频呢 我要给大家看一看 我们家的新微型烤箱 我现在要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烤箱的不同部分 第一个是防热玻璃门 这个玻璃门可以防止里面的空气热气来到外面 第二个呢 是里面的微型烤盘 这个烤盘可以很容易的放到这个烤箱里 第三部分 这就是这上和下的加热桶 这些桶被给烤箱加热 下一部分是烤箱的架子 微型架子 最后一部分呢 是底下的底盘 这个底盘可以煎面包渣子 所以可以把它拿出来 然后清扫 大家肯定在问 如果我们家里已经有大烤箱了 为什么要用小烤箱呢 我现在要给大家讲一讲小烤箱的好处 第一个是小烤箱省电 它费的电少 所以可以省更少的电 第二个呢 它不会占领那么大的地方 大家移动也方便 小烤箱也不会害事 第三个呢 它有一个特殊的模式 第二个是可以煎 可以烤面包 给大家烤面包 第四个呢 是可以移动方便 如果你想把它带到朋友家 在那里烤东西 你也可以把这个很简单的就拿起来 然后拿走 这就是我们家里的米尼烤箱 我给大家介绍的 谢谢大家观看我的中文视频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